春天的时候栽种了一些百合 大约两个月左右 现在都已经开花了 那个是D栽的OTL百合 这个是盘栽的LA百合 这个是比较适合盘栽 它的蜘蛛是比较低爱一些 这个是OTL百合 它的质感比较高一些 而且花苞比较多 每一颗都有五个大花苞 它是比较适合庭院栽种的一款百合花 清香味不太浓郁 而且我这边栽种了一些小小的种球 几块钱买了好多种球的百合 栽种上看看今年能不能开花 现在是还没有花苞 有的朋友问在夏天如何养护百合 现在百合还在正常生长 正常开花的期间 其实百合是比较怕热的 温度再高了 它比较容易进入休眠的状态 低上部分它容易干枯 容易黄叶容易落叶 那就是进入休眠状态 但是只要百合在生长期间 我们就一直让它生长 开完花之后 直接把它的残花修剪掉 留着叶子来养种球 叶子进行光合作用 它上面部分没有生长 但是它的底部的种球 在不断的吸收养分 不断的长大 到了休眠期间 可以把它挖出来保存 也可以直接栽种在地下保存 不用管它 到冷凉季前 它又会长出新芽 因为它底部的种球比较大 所以第二年它开花更多更大 现在是一棵 第二年能开一丛 所以在庭院中养一些百合 还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好 好